歡迎收看Enterbox,我是Enter 在看到ERA前,我從沒有想過原來機殼也可以做出腰身 你看它,榮仙核度的曲線 布藍色的漸層變化 就很像卡通裡面的史迪奇和名偵探柯南 而多變的功能配置和豐富的安裝選擇 就像有很多道具的哆啦A夢 藍色機身的表面處理,要做到大面積、顏色均勻 這部分就蠻不容易的了 仔細看,你會發現塑膠跟金屬的顏色這邊也不太一樣 這是很常見難以解決的工藝限制 但是Fractor Design在設計上很巧妙地利用不同角度隔開了這兩個材質 底部塑膠機殼因為內縮傾斜的設計形成了陰影的部分 在視覺上就不會感覺到色差 這是工業設計上常見的解決手法 而ERA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因為它的外觀真的太好看了 感覺配什麼顏色都很棒 讓消費者挑選的時候真的是非常苦惱 本來我們是想要每個顏色都拍的 但沒有那麼多錢 後來想了好幾天,用刪去法慢慢得出結論 最後才決定我們就選擇藍色的 所以我們就比別人還要晚開箱啦 希望之後Fractor Design會推個限量的粉紅色或紅色款 感覺也蠻有市場的喔 Fractor Design在機殼是以精品出名的 ERA IPX這個案子是他們和Intel合作開發的兩年 肯定是下足功夫在內部空間的利用上 在電源供應器的空間 你不只能用SFX和SFXL的電源 你還可以取捨選擇ATX尺寸的PSU 不過既然都買了5000多塊的機殼 電源用SFX的應該也是蠻合理的 我想各位在預算上就不會是什麼問題了 這邊搭配FD自家的ION FX-650G 能滿足目前旗艦CPU和高間顯卡的搭配 額外講個故事 接著ION SFX這款電源推出的時候 我們就在揣測啊 FD應該是要做小機殼了 因為熟悉Fractor Design的朋友都知道 FD一向是在走低調奢華的路線 機殼都是黑白兩色 真正方方的 但是去年居然推出了電競機殼 還開始加入RGB 真的是跌破眼鏡啊 然後一個機殼廠又開始推出SFX的電源 很明顯嘛 就是在幫小機殼鋪路了 如果說一次不選常是意外 那麼兩次的機殼肯定就是趨勢了 就是看到外觀的側板 兩側的側板都是無螺絲的設計 使用卡扣來固定 拆裝便捷 外面是藍色 裡面也是藍色的 雖然與一般機殼同樣是充壓成型 但這個1.9mm的厚度 加上曲線的彎折工藝 絕對是難上加難 再加難 這才是這款ERA的工藝亮點很浪漫 將近2mm的厚度 整片拿在手上就像是一塊原材料 大力凹折都不會感覺到它變形 這也太堅固了吧 而且份量也非常重喔 明明是ITX機殼 側板拿起來跟大機殼的側板是差不多的 不過這個磨砂表面的處理是比較深的 其他東西碰到機殼 很容易在機殼上面留下痕跡 好在本體也算是好保養 那為了美麗 你覺得值得嗎? 翻了一下說明書 好像也沒有提到該怎麼樣保養 那這邊是提醒大家不要拿衛生紙去擦 因為衛生紙太脆弱 簡直就像是拿衛生紙去磨砂紙 會被磨成粉碎留在機殼身上反而更難清 建議是用布或是除塵紙 例如眼鏡布 就可以擦拭掉機殼上面的油漬和水痕 不過這邊眼鏡布也別丟 我們後面還會用到 再來看到內側 側板的濾網也是可以拆下來清洗 完全免螺絲 這邊示範一下 其實抓到技巧後拆裝就很方便了 這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散熱孔 都是充壓加工成型的 仔細放大看 正反兩面都沒有毛邊 這樣的處理真的不愧是Fertile Design的精品等級 在安裝PCIE卡的時候 發現這個背部感覺有點軟 所以希望FD之後可以把這邊做厚一點 可以做結實一點 那在顯卡的安裝 可以安裝兩個槽位的顯卡 2.5槽位的太厚大概就沒辦法了 所以記得也不要買到太長的顯卡哦 最長能夠支援到295mm 接下來看到頂天立地的硬碟支架 上面有Fractal Design的LOGO 拆卸的話上下螺絲各兩顆 支架上面可以安裝兩顆2.5吋或換成一顆3.5吋 前IO線的長度也給的非常夠 讓你在機殼內繞線、長線都不會卡住 而且扁線也非常不容易打結 整理方便 小細節非常讚 前置提供USB3.2 Gen2 Type-C 還有兩個USB3.2 Gen1 Type-A 這邊有個小細節 電源鍵也是金屬材質的哦 不過按壓力道是清脆的敲擊 不是軟軟的按壓 然後看到頂部也是重頭戲 磁吸頂蓋分為兩層 兩層都是免螺絲的 直接拿起來就可以看到風扇安裝的空間 詳細規格大家看官網我們就不贅述了 頂蓋面板提供兩種選擇 第一種 熏黑玻璃面板 擁有厚達3.2mm的鏡面強化玻璃 不過它是鏡面的 比較容易沾指紋沾灰塵 剛剛的眼鏡布沒丟吧 趕快把它擦乾淨 想要一勞容易的話 就想說再找找看有沒有霧面保護貼 把它整面都貼起來 那就太棒啦 頂蓋沒有前後方向性 下方有6顆磁鐵 所以你可以直覺快速地裝在托盤上 另一種 頂蓋是通風面板 同樣沒有前後方向性 吸了就上 邊緣收的也很仔細 處理的不會掛手 濾網部分是金屬 而指甲是塑膠的 整體帶有一點點韌性 如果你平常有煮飯燒菜的習慣和興趣 也可以考慮其他款的顏色 因為其他款搭載的是沾板頂蓋 方便你 不是沾板頂蓋 是木板頂蓋 方便你 烹調做菜 整體來說我是比較喜歡木紋的 不然這個玻璃真的是蠻難保養的 其實ITX安裝是比較難的 有時候還是要確認一下 自己組裝的時候想法 跟設計者的想法是不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說明書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ERA說明書排版非常不錯 部件都有用藍色明顯標示 就算不看文字 看圖片 絕對都能明白 五款顏色的ERA價格都相同 5590 所以你知道 為什麼我們沒辦法湊齊五個顏色帶回家了嗎? 想一想 這個價位都跟自家旗艦機殼Define 7差不多咧 外型非常獨一無二 做工也很紮實 顏色還有屋中可以選 放在桌上就是裝飾品了 資深玩家你買單嗎? 要買的看影片說明欄 不買的留言支持一下粉色 募資一下吧 記得訂閱Enterbox 我們下期再會 咧 �ness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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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